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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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是杨古宫 耶 哇 感觉昨天才从这个环境离开 哇 好壮观啊 来人 上西服 大政变 主要这个地方太耀眼了 是吧 平时工作的场景跟这很相似 我是出差了吗 我们今天怎么感觉来到了一个 这么正式的地方 这里是沈阳故宫 感觉我们今天的主题会很宏大 有点历史背景 是 怎么的 发现特殊道具了 要干活了是吧 不是今天你一点都不用红了 你干嘛 是这个主题是吧 今天是我们的导游是吧 今天是我们的导游是吧 这是我录制跑男之前的公布 对 对 欢迎大家来到辽宁沈阳 近两年 东北旅行的热潮席卷全国 东北凭借着风暴的历史文化体育 微额壮丽的美国风光 主客实惠的特色美食 热情幽默的本地人 吸引了非常多的游客 所以今天我们也将在沈阳开启 东北一日游 怎么咋的 要吃鸡甲 你少说两句 嗓子 我就 倒藏了 上火 西乡了 自从上次吐槽了节目组之后 就被下了药 道具差 服装差 肉质差 环节差 批地差 还有什么 哈哈哈哈 直接喷喷整个部门 哈哈哈哈 武雅了嗓子 这一期范晨晨的镜头都给我 哈哈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是个因人而异的节目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你ok吗今天 我我我 哈哈哈哈 你今天筹金只能给一半啊 因为没声 只有只有脸 啊 除了你们之外 有两位来自北方的朋友 也会加入我们 欢迎欢迎 哇 哇 欢迎蔡国庆老师 欢迎来到沈阳 这不是我们大新的吗 让我们热烈欢迎第一次 来到节目的蔡国庆老师 欢迎蔡哥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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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祝福了 吉祥的光送祝福 欢迎兄弟团编类成员魏大薛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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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的编卖 姚立天给你的编卖 好 你给我编里头也行不行啊 哈哈哈 哎为什么只有她是绿裤子呢 哎 都穿白裤子 哎呀怎么绿裤子啊 白的料不够 绿的用的少 太突兀了 今天不光有北方的朋友 还有两位南方朋友 也慕名而来 南方呢 让我们热烈欢迎 大家都很喜欢的 人气女演员 林依晨 欢迎 哎呀 欢迎 欢迎 也让我们欢迎 风神质子团成员 在电影中饰演将能换的 王熙燕 欢迎 上一次是哪年的事了 17年 我的天哪 对 当时被撕名牌给我很大的阴影 不小心 哇 谢谢 你小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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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两位是第一次来沈阳吗 沈阳第一次 长春有去过一次 第一次来你就站在这宫里头了 哈哈 我我之前跟东北其实挺有缘的 因为我之前演过那个东北茶班生 哦 东北枪跟台湾枪的碰撞是最有趣的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挺开心的 哎我们的名牌发生了变化哎 哎我刚刚发现我们的名牌发生了变化 你们没有吗 有啊 我好怕被撕 啊 还见不完吗 哈哈哈哈 哎对啊 摸 哦哦 不一样吗 是那个胶的 以前是 刺绣的 现在我们变成了橡胶的 经费不够了 变成了胶印的 是不是又耽误你时间了呢 有点 再次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东北一日旅行团 我们今天的旅程就会从沈阳故宫开始 为了酱粉增效想请两位东北人沙哥和大轩来担任我们这一期的导游 这样啊一会五分钟门口坐大巴咱们走啊哈哈哈哈哈哈 习惯一会抓点时间上厕所啊好丁好丁拍照赶快拍照赶快拍照赶快拍照 只有五分钟时间啊快点啊 哎路谢谢你啊 好可爱啊这小包 嗨哥旅行小包 自己拿好 我也要吗 你也要啊 我这道具是不是太多了今天 我今天是小学生 哎呀这不是我们阿木熙吗 每瓶添加洗衣也要寄进我去医生去拿阿木熙 比多奇 喂喂 好可爱咱啊 对 我想放 还是小객 是不是前段事业行火的巴拉巴巴 巴巴巴巴巴巴 Это什么玩笑 听不来了后面的话 怎么 大家集合啦 这不是我的气质啊这种 大家集合啦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是什么 夏哥 这谁录的 这是 谁给提前录 哎不好意思啊你看 谁是我的吗 这个就是今天大家的集合口令 集合的时候记转不放 好中午咱们农家乐啊 那来队烧烤啊 哪有中午就吃烧烤 那小鸡润蘑菇什么都可以啊 一来就吃饭呢 咱直接跳过这一趴 直接去KTV 哈哈哈哈哈哈 哎谁说这嗓子说不了话的啊 还练歌呢 都该去练啊 清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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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要笑呀 哈哈 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唱rap也费嗓子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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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我们旅行团的名字叫做真金旅行团 哦注意到了 旅行团会为不同的游客定制不同的旅行项目 所以今天为聪明机制的你们定制的 专属沈阳旅行就是寻宝旅行 小黄金 今天大家不光能旅行 还可能获得真金白银的宝物 哦呦啊 太酷了 在今天的最后一项行程里 给大家安排了一个寻宝环节 你们都有机会获得一个终极宝物 这上哪找的啊 往南跑起来 关于终极宝物的线索 就在我们每个行程点 为大家分发的旅行纪念品里 获得旅行纪念品越多 找到最终大奖的几率也就变得更高 怎么会发点灵魯力啊 每次都设定的这么难吗 你把你腦袋都疼呢 趁我病 要我命 要一天 接下来为大家发放本次旅行第一站 沈阳故宫的纪念品 故宫的纪念品 谢谢 谢谢 这门能拉开 哎 这门能拉开 哎呀 哎呀好可爱呀 可以来回这样啊对对对 但是这个有 有数字哎后面 这后面有字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我们就将证实开启今天的旅行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往前出发吧 哈哈 我真的无语着假发 那私民排的时候 如果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坏下 私民排的时候 把头发下来了 不要死我 不要 没拍照的一会抓紧时间拍照啊 咱们准备上车了啊 我想买点纪念品 有什么文创美 这不强碰你们消费还不行 一会带你们消费去 好好好 现在我们的正前方呢 这座高高助力的漂亮三层楼和建筑 叫做凤凰楼 凤凰楼的身后 就是当时黄太祈和她的妃子们所居住的后宫 啊 这瞧一瞧 要去后边那个后宫 后宫多 你去去去 一人加五十块钱 哈哈哈哈 这最多的项目啊这是 哈哈哈 人家都没收费呢 你怎么这个 他都是我花钱 哈哈哈哈 哈哈 大家都醒一醒啊 咱们报了 欢迎大家来到沈阳老北市 老北市在环城沈阳东民族文化内核的同时 将非宜文化和时潮元素相结合 成为了沈阳文商旅融合的全新形式地标 真经理乐团的团友们大家好 啊 根据这个沈老师走啊 来这边这边了啊 哇 哇 这不是雨凤行吗 哎 哇 那大疯狂 哇 哇 没凤凰 这都假的像我啊 晚上一块算啊 哈哈哈 啊 这个真有贺是什么意思啊 真有贺是有很多好的东西啊 真有好东西 真有好 哎 真有货 大家也都看到了老北市有非常多的商铺 很多来沈阳旅游的游客 在游览老北市的同时 也会选择在这里购入一些伴手礼 哇 好喜庆啊这 碰巧 有一个跟我们一样来沈阳旅游的旅行团 也来到了老北市打卡购物 他们好像已经来了 哎呦 你吓我 妈 我还怕这滑架又出来了人 怎么了你这是 他们有过干过这事 从后边窝牙整出一堆人来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美丽的沈阳 去呢 旅行团 我是老游 李美临 咱们就一边往前走 一边简单了解了解 咱们沈阳的历史好不好 好 这是专业的呀 你看人家那个导游下去了 嫌我呀 嫌我你跟他们团走啊 哎呦我这妈呀 这啥这老些人呢 哎呦我这妈呀 哎呀 哎呀 你也没穿高跟鞋 咋还真来的呢 可不呢 我不是沈阳人的气派吗 我感觉我经常摔到这样的段子 这样的动作 不是 那你也都是来沈阳 溜的对呗 溜的 我们是来旅游的 啊那行 来咱家了咱那都是起啊 都是写面子写 都是起是什么 买到这热闹 那咱可这也歇个脚得了呗 来 咱大小子往后上 小鸭子往前坐 nice 啥呀 好你赶紧过来 我倒又跑了 什么沙哥你别把这个位置抢了 你多选 哈哈哈哈 不是我现在那这这怕不玩的 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这位导游 欢迎大家 他们说你们来了 大家都是起 你们是起 我们外地来的也是起 起 是啥 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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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 起 业 是哪个企业的 不是企业是起 起 在东北 经常分起是啥呀 客人 哎对 客人 家来起来 客子他发音读起 就并且的起 并且的起 对 其实这个起就是东北话中对客人的 一种非常亲切的叫法 是一个这样的发音也是特色的东北话 现在才知道这个词 刚才是 起 铁 哈哈 还有什么 起 你别生他气 不是你的问题 他岁数大了 他听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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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敞亮的东北人 生动的东北话 接下来这项任务就跟方言有关 请来领取任务卡 我用什么方言给你念出来 东北方言 叫说啥呢 说啥呢 成员两人一组 用绑带连接 听懂各地游客用方言描述的采购需求后 六组同时出发帮助游客买回需要的商组 完成越快 得分越高 第一名积五分 第二名积四分 依次类推 然后我们几题之后算累计得分 好 最终我们根据大家的总积分排名前四的成员 都可以获得一份老北式的冰箱贴 为冰箱贴 是这儿 诚哥和依晨你们是一组 我刚刚自己看过来了 凯哥和百露是一组 我是全国人 承诚跟大春是一组 然后珍元和泰国静老师是一组 然后雨淇跟小黄是一组 好 好 好 沙哥有鱼的 没有 鱼 没有 吃点一组 因为你语言能力比较强 所以自成一组 扶我一人 牛挺第一位游客 公布他想采购的伴手礼 大家好 我叫杨来奇 来自天津 天津的 天津妹的 哎呀 我女朋友她不是那是汤对 我想要一个糖堆卡子 糖堆是什么东西 第一个北方的我知道 还有他不是在玩手串 我想要一串 靠三的水晶柱子手串 送给他当旅游纪念品礼物 靠三的水晶柱子手串 靠三的是啥 我都听不懂 你说骂呢 靠三的水晶柱子手串 我知道 走 靠三 这是手铐 颜色吗 这一种颜色铐 哎呀 没了 哈哈 我汤去哪我去 水晶柱子 水晶 老水晶的 那个不是水晶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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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掌接掌 有类似糖堆一样的发想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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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人去 长堆 好 接掌 啊 你妈 你妈 妈撞人了 怎么还在拉人的呢 翻车车拉人犯规 翻车车拉人犯规 我看了 杭堆发卡 这个对了 靠三的水晶 最水晶柱子 对不对 不对 靠三这两颜色一样 这不是靠三 不是 不是 靠三 听不懂靠三吗 杭堆的卡就对了 这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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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了 靠三 靠三的 不对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但这对吧 不对 不对 这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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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对了 这个对了 靠三 不对 手串都不对 毕业快点带着哥跑 闻跑吧 张老师 快走 谁说你不跑的 这不知道要让我跑的 这环境这么累吗 不跑会太累了 多拿点 我来点车 老板 靠三的 靠三的 这个 这个也是吧 对 高高高 走走走走 你小气 咱就是靠三 和新来这个 试试 靠三的手串 不对 不对 不这个 你去你去你去 我现在再去一趟 行行行 靠三的手串 不对 不对 靠三的手串 不对 不对 靠三是透明的 不是 不是不是这个 是花的 不是不是花的 单一的颜色 这里面这么多颜色都没有 所以里面好像正没有 正没有 回来吧 弟弟 来来来 对对对 这对 这对对 都靠他不拿我才拿 啊 哈哈哈 这对不对 这不是 这不是靠三 这太废了 这个在这 对 这个 总有一串吧 这个 这个差不多 我们对了 炭豆的茄子 靠三的水晶柱子手串 我们对了 哎 我们这个靠三的水晶 这个跳这个 靠三的水 第二 哦 不成第一 哦 哦 这个对 这个对 他们不会再有人有了 啊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奶 但这个不能给分 哎 别着急 人家手串 这是猪子 哎 哎 别着急 我们这有人在穿串 哦 哎 哎 这很接受战局的啊 哈哈哈 这算了吧 算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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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算算 哎 这样就算了 对对对 我们俩玩去了 哦 蔡老师感受到了奔跑吧的强度 哈哈哈 他们告诉我说不跑 蔡老师你来吧 蔡老师 就是走走逛逛 这只是一 一小咪咪 哈哈哈 上来就 就跑 哇 接下来我们 有请到一位叫凡范的游客 来为大家公布他想采购的伴手礼 凡范你是哪里人呢 哪里人 我是福能又养 然后我 福能 对 福能 对 福能 然后我叫凡范 然后我想要加鸡脚脚的 但是我不想留柜里 所以我想要你帮我买一点 买的柜里哥鸡脚脚的 买的柜里都是脚的 什么东西 你就直接说你要买的东西 重新开始慢慢来 好 我想要加鸡脚脚的 鸡脚脚 但是我不想留柜里 你不想要跪的 你你帮我买一点吗 我得跪的一个鸡脚脚的 哦 怎么走 鸡脚脚的 再说一遍 鸡脚脚的 鸡脚脚的 哦 不不死 不死 还是是像鸡脚一样的一种 夹子 是不是想要鸡脚啊 鸡脚 但是想要跪的 鸡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听懂了 鸡脚 下一个鸡脚 回去了 走走走 他不要跪的 哎 有便宜的鸡脚吗 你给我来一份呗 好嘞 应该不是吧 啊 他不是鸡脚脚吗 先拿起先拿起 先拿起 好好 鸡脚 鸡脚脚 对 哎呀妈呀 老得跪了一个鸡脚脚的 嗨老师 这一碗 你越来越好爽啊 对吧 对了 哎呀 这个你看看 鸡脚脚 对 鸡脚脚 鸡脚 鸡 鸡爪走 鸡爪 鸡脚脚 重新那边叠叫鸡脚脚 我们先请这位朋友来为大家 解释一下你真正想买的伴手里是 我想要吃鸡爪 但是我不想吐骨头 请你们帮我买一点没有骨头的鸡爪 鸡爪就是鸡脚脚的 然后骨头是桂里 没有骨头就是毛的桂里 乖打正着 你听说不要桂的 毛的桂 接下来请下一位朋友为大家出题 来一个山东乐乡 广之 广之 大家好 我名字是曾子余 我也在刚生云堂 想说 我第一次在生云 觉得生云我心是中国高好 我让人家稍微有点口罩 我想要杀鸡 什么不能说脏话 有杀鸡 有网上云在军 我好随我舍你 我感到我 也比我明文 两边不明文 永康 永康啊 浙江 再说一下 横店的这能翻译一下 我叫杀鸡 有网上云在军 我好随我舍你 我感到我 也比我明文 也比我明文 什么 什么 啊 啊 什么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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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什么玩 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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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四文两个病 是为四 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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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喽 要个冰狼味的沙 冰是吧 好 来 杀鸡 杀鸡 什么 骂谁呢 好 三瓶 再说一遍 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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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先去 冰狼味的三杯 一杯 两杯 两杯 一杯什么样 两杯什么样 一杯冰狼的冰湾 两杯冰狼的冰湾 走吧 我们 我们联合一下吧 反正是一杯 一杯 一杯什么 两杯 一杯 是的 前面再说一遍 我三杯 有网上云在军 好随我自己 哈哈 怎么了 我听懂了 怎么了 我听懂了 听懂什么了 没事没事 别跟着我 他听懂了 别跟着我 你再大声一点 别跟着我 人人都跟着你了 别跟着我 你别跟着他 你能跟着他了 你能跟着他了 就冲一波了 三瓶有网上云在军 好随我孙你 就是我要三瓶 有活性益生菌的 好喝的酸奶 一杯 两瓶和冰 就是一瓶要冰的 两瓶要不冰的 两个这个 一个这个 快 一个冰的 找到不必了 金姐 金姐 对吗 和金姐 不是 这个冰的给你 这个冰的给你 然后再给你一个这个 哎 两 我这我这两个 两个一个不冰吗 也不冰 两个不冰 对 第二 结束了我们第二 二 是吧 对 一杯冰 金姐 金姐 哈哈 完了咱又最后 咱又最后 又是最后一组了 给给给给 菜哥 菜给你先生 哎呀 姐 你醒吧 你醒吧 是 是这个最后来 你是听懂了吗姐 听懂了 这你怎么听出两个不冰的 一个冰的呢 其实 其实这个 好听 我先一身一身军 反正是差不多吧 我先 我是听这个 我先一身军听出来 你能把永康话听出来 也可以了 你男话有什么 我懂的 我这个稍微绕口令一点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你若是跟别人说 我就不要跟你说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啊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我乱讲 你不要跟别人说 不要跟别人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你若是跟别人说 你如果跟别人说 说的话 我我就不要跟你说 我都不跟你说 哎对 我都不跟你说 因为我觉得你的 你男人好像比我 再差一点点 啊 没有啦 我是说 我的我的腔调 我觉得已经很重了 你来一点 姐你表演一下 我跟你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你不要跟别人说 我就不要跟别人说 哈哈哈 对对 那个好 那个好 我感觉这个好像更 有语气 有有 有这个现场的氛围 看小黄的比较可爱 我现在为大家公布下台名 所以前四组都可以获得一个 我们老北市的冰箱贴 作为你们的纪念品 而后两名 只能获得纪念的杯子 哇 但是也提醒大家 这些纪念品中 也藏有最终和宝物相关的线索 有 你就差那一个吗 冰箱贴 我想要冰箱贴 这个 这还能有温度 怎么又有温度计 这是 你看 还能感受温度 是不是咱这电子的 是不是那个可以变少 下一站 我们要带大家去品尝 沈阳的烧烤和机架 沈阳的鸡架是东三上的用 然后说没有一只鸡能活着走出沈阳 好啊 成这八成只鸡了 来 集合 来 各位朋友这边 里边请 里边请 闻到味了 好香啊 我们这个东北的特色小烧烤 欢迎大家来到燕狱烧烤 燕狱 这我不敢在这吃 美食盛宴的燕 除了烧烤沈阳还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没有一只鸡能完整的离开沈阳 大学说了 好 好 果然是导游 介绍到了 因为沈阳每年能消耗掉全国半数以上的鸡架 我这么夸张吗 你上一只吧 这个 妈呀 这鸡架太好吃了 这个是甜口的 还第一次吃的鸡架 没吃饱 所以沈阳也被称为 鸡架之城 鸡架之城 来为大家公布你们的任务 这项任务叫做我的画作就是尺 我的画作就是尺 十一位成员分两组进行任务 导演口头描述一件实材 或物严成员需要在画板上画出 该物比的大小和形状 画作更接近实物物尺的成员 得分最终累积得分较高的成员获胜 就是大小也得一样 对吧 对 哥 你们的门啊稍微关一关 那大香肠我都看到了 比如说一条三十元的大黄鱼 你们觉得它大概是多大 肯定三十元大黄鱼就不可能大了呀 我跟着你走 我 你这 你这生活的活字典 对 您这生活的活字典 我跟着您走 太大厨来了 哥哥哥是十二岁就吃过国宴的 总积分最低的三位成员不能获得这一环节的冰箱贴 直接轰出去总统好 好好好 第一题 请画出一个六十元的馒头 一个二十元的馒头和一个一元的馒头分别有多大 仨馒头 我都没见过六十块钱馒头 哎 我知道有那种大寿桃馒头 六十的应该是寿桃了 一块钱馒头好画 一块钱馒头应该是死面馒头 死面馒头就这么大 一块钱馒头 馒头吗馒头啊 摸摸头吗是不是 我我的 一块钱馒头 嘿嘿 哈哈哈哈 二十也就这么大 一块钱一块钱你拼拼二十个 我觉得二十的就这么大 二十 二十也就这么大 我们来为大家展示有请 都不大都不大 大了 这画大画大了 哎呀我应该有机会 一二 就一块钱画准了 这六十啊 哎哎 哎呦我还真差不多 大了大了六十的大了 我应该 哈哈哈哈 这这 哈哈 我这是一模一样的 就一样 我接近一些 你看 我我接近 我画小一点 我这刚刚好差不多 不你不能这么比 弟 你是这样比 应该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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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 他最后 他画的我画圆呢 不是 是最近这个面粉涨价了是吧 过去我们小人家六十 绝对这么大个 最近提价了 面粉涨价了 沙哥和 黄熙燕的更接近吧 第二名是蔡国庆老师 然后其余的就不得分了吧 太离谱了 太离谱了 哈哈哈哈 太离谱了 请画出 李晨的 公二投机 有多大 至少这么大 现在吗 现在有点缩了啊 没有以前的大了 没有 还是依旧 哎 是用力的还是没用力的 用力的 画画这块是吗 对对对 我跟我估计 跟刚才那一块钱的蛮都 画过 真像包子 你记得 哈哈哈哈 别别看 哎 哎 别看别看 白露你这有点 这个真的有这么大的围着吗 白露你这画的是 你这是上一集静姐的徒弟 没有那么大都太大了我觉得 晨晨哥画了个心情 在我眼里我哥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你太瞧不起他了吧 哈哈 我这些是挺大的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你那画的不是个文字包吗 那是个弹度吗 你别放 我一会上镜就这么大 哈哈 哈哈 去吧哥 去吧哥 哇 哇 哦呦 哇 哦呦 还挺贴合的 你看我这你看我这 哪一块算呢 这这这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哎 高一点来 高一点 高一点 哎呀 对不对 这个哇 这更贴合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这个 哎呦喂 我这男的不是一模一样吗 这个也很贴合 这画的也像 对这块 来 给我感受点我这个 我这个 有点高低挑战不了 不是这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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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天啊 这是不是有点 有点有点意思 你正好正好 不能就死贴的 哈哈哈 有吗 那我绝对有 有吧 你你这个你必须就这么大啊 哈哈哈哈 哈哈 哇 就是要摆包 把那包去了正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第一名是沙哥 第二名是白露 第三名是范晨晨 好 这题太抽象了 请画出 张真元 杜琪眼所在的高度 太抽象了 怎么放 说要我少吃点 哈哈 张真元比我高点 高 高点 我倒是得倒 垫脚尖咱哪里垫脚尖 垫脚尖 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腿也没有那么短吧 白露姐 这是你的肚脐尖 没有 我的肚脐尖很低 哈哈哈哈 好 白露能留点矮 但没准呢 哈哈哈哈 还用了 哈哈哈哈 肚脐尖 哪肚脐尖 我不是 哈哈 哈哈 来 来 赵真元过来 哈哈 哈哈 嘿 哎在那个位置 你肚脐尖有那么高吗 哦 百分之一万不开玩笑 在这儿 当然 你来我这儿的时候 把鞋脱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脱鞋吗 我这我这也差不多 那我跟蔡哥应该是 我们俩一样 哈哈哈哈 钓鱼那个那儿 来 下一位 我脱一只鞋吧 哈哈 真的脱鞋 一模一样 哎 咱这儿一个伸缩肚脐尖 哈哈哈哈 来来来 你那都不行 不不不快 重来 重来 啊 这样算 对对对对对 你在侧面凉 要要要喝 要 这还往下来 啊 你看这这这就对了 你看手在哪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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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棒 你的 这还往下呢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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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泰国庭老师 第二名沙哥和白鲁 第三名是黄西叶 同胜的过于高了 行 没关系 反正我觉得 我 我 我弟在我心里 起码就是这个 腿就这么长 你们啊 等着挨骂吧 撒 成成员的肚脐在这里 哈哈哈 你画到那儿已经是 姚明老师了 哈哈哈 我在成长中 哈哈哈哈 接下来请一组成员出战 请听第一题 在沈阳早市上买到的 一圆一根的大葱 一圆一根的大葱 哇 误导 这一块钱其实买不了什么太大的 这葱很大比较大 应该挺长的 挺细 这边太粗了 这大葱 这叫大棒骨 你这是 哪里的大葱大棒骨 这这的放 这个的放大吧 感觉会颠覆我的认知 太长了 哈哈哈 差不多 但是你这太粗了 差不多就这样了 哇 你这是树吧 一块钱 有这么大的葱吗 你见过那么大的大葱吗 有 真的有 这葱也太巨大了 我跟你说 肯定是不寻常的葱 但它只有一块钱 哦 早市哦 一块钱 一根 啊 哦 肯定有 肯定有 你知道山东的大葱 跟人一块儿高吗 真的假的 一辰 咱们对葱的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你这个是葱吗 好像感觉你这像蒜苗 你这是 一辰 你这是韭菜画的 好吧 你有 那我再一次 哎呀 好难画 大老学往大了画 也比往小了画强 就加长了一点 咱俩不能一样 我现在不能跟你一样 我得长点 我们来为大家展示有请 哇 哦 这么大吗 哎呦 长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一块钱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 这么大的 我本来有这么长的 我的天呐 谁跟我说没这么长 我就她的了 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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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比我的 真的你的最接近 比我一样 你看 哎呀 最最接近 你还别说 厉害 这 还可以 还可以 非常可以 我得排第二名吧 主要咱俩决第二名吗 对吧 咱们比你那第二吧 差不多 这儿啊 跳舞 踩一 踩一块 这你这一块钱有点误导 我觉得 他肯定要颠覆你的想象 我知道节目组出题的风格了 下一下一题把这个画板 会再画 知道这路子了 懂你的套路了 来 来吧 第二题 一根五元的沈阳麻花 比大葱还大 别说我没提醒你们啊 那一根麻花 一个人得吃三年 真的 这么大 有这么大没 不 我觉得那真的还挺大的 你这能捧得回去吗 不是你这是麻花 你这是大炮 你能想象哪一个麻花 你扛着回去 没有 可能 重新来 应该是这个的缩小一点点 你这是糖葫芦 你这是糖葫芦 你这加一个串 糖葫芦 你这是 你这是奥龙 哈哈 奥龙 对 奥 奥龙啊 这家俩钳子就是奥龙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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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龙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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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像个蚕 嗯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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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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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为大家展示有请 这么小 这么小 哎 这么小 我有机会 我有机会 太小了吧 你这个 他姐姐最 姐最赢了 耶 我这怎么也能排第二吧 我这得排第二吧 我这不排第二 我比你短 那我排第三 我排第三 我这比球个短 但是比球个粗 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 你你比我真的比我 比我那个粗 一点 但是我比你这个短一点 你确实比我粗一点 哈哈 我这个至少能拿第三吧 不不不不 你这不 首先你这就不像一个麻花 我为什么不像 你这像一个海参 哈哈 我拿十给他俩凉凉 61 诚哥都到七十五 哈哈 哈哈 你这我那我俩怎么算 并列吧 并列吧 可以吧 好了第三题 来吧来吧 但橙橙张嘴 上下嘴唇之间 最大的高度 哈哈哈哈 张一下 你张一下 他现在习自如今了 来你你张一下 你张一下 啊啊啊啊 你想一想 我伸一口的时候的样子 Gay C你一个拳头应该没问题 算这个嘴唇吗 可以算 卖泉之间 对 张正月 你是不是开玩笑呢 好像有点大 张正月 你是巨口 你把你自己画的正好 你跟你自己也是正好 你还是比较了解你自己的 揭晓答案是怎么揭晓的 真人说法吗 哈哈 来 这么小你的嘴 到这到这 8 8厘米 张正月 这个是 9 来 这个多少 9.0 9 9厘米 7.2 哈哈哈 这什么大口 这个10 不可能 真是嘴唇 这是下巴 什么呀 哈哈哈 9 5 这么多9呢 答案是8 最后一题 一台台铃长续航电动车 配套的头盔是多大 头盔应该挺大的 多按自己的头笔啊 小了吧 你这有点像你期待的那种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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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你这还长一点的吗 像他 哈哈哈 你不要内涵我 怎么内涵我这个 哈哈哈 在刚才在任州 有三位成员 只能获得一个经验的杯子 其余的成员可以获得冰箱片 这真好玩这个 哦 哦 哦 烧烤的冰箱片 我怎么又一杯子 是长得不一样吧至少 还长得一样 真是 真是 不一样啊 吃烧烤啊 这是 哦 不一样 我真喜欢这杯子 这个比那个实用多了 没准这杯子就是道具 非常贵 昂贵 定制 真的碰热的会变色吗 不知道好像有可能 提醒大家 你们获得的纪念品 和最终的宝藏 有很大的关系 希望大家保护好 想要体验一个完整的东北旅行 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行程 那就是 搓澡 是的 接下来我们就将写往 沈阳最大的洗浴温泉 清河半岛 在东北洗浴中心 已不单单是洗澡搓澡 而是集各种休闲娱乐设施 为一体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就要开始 今天的第三项任务 直接换衣服了 卸下各自的被装吧 看看是一个什么类型 哎呀 哎呀 这是什么游戏啊 感觉像柔道或者是摔跤什么的 相夫 相夫吧一会再出来 眼疾狡快 一位成员在场地中间就位 其他四位成员坐在四周 用球击打中间的成员 四人同时扔还一个一个扔 四个人交替扔 只有一颗球 躲避球呗 这个球必须在地面上走 对吧 不能扔起来的 这不算 谴责它 在中间的成员 你的一只手必须要碰在地上 是瞬间可以跳起来的吧 瞬间可以跳没关系 瞬间是什么瞬间 就是那个最暧昧的瞬间 就是观众觉得可以的瞬间 比赛结束后 坚持时间最短的三名成员 不可以获得冰箱贴经验品 你先说谁在中间吧 导游呗 导游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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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游我必须上 好 他扔球 四脚已经正好了 懂你呢 来吧大勋哥 三秒你们不就给我弄下去啊 用三秒 我们争取吧 我们争取三秒 大勋 你想快点还是慢点 你说我们四个来回传球也能传十秒 我肯定慢点好啊 好好好嘞 哎呦你还传球 给他多两秒吧 哈哈哈哈哈哈 打到了 那飞起来了这个球 飞起来不能算 斩停斩停 啊试一把试一把 试一把 试一把不能算 居然挺磨这个 保的盖啊 对啊 我感觉你跟他那拿到球啊 我觉得他拿到球的时候 你往这边 他拿球 他好像往脸上 对 哎我这样不犯规吧 不犯不犯不犯 哎你在球里面呢啊 对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怎么那么老远啊 来吧 哎呦又缓弹 六秒了太麻了 这太麻了 这个真难 再来 哎熟 熟 熟 哈 哈 大哥你太麻了 我给他大熊争取点时间 啊 还一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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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一贩 没我都放过呀 你这是 大熊这回行了时间够了 我服了 我服了 你这烦吗 我服了 哈哈哈哈 用时7秒 我服了 厉害够七秒 我都服了 也许这就是今天最好的成绩了 真的 女生来一个 还玩花式 我只有一个要求 比薇大熊多一秒 我许 七秒 好 好 啥医生 就放水了 我的天 六秒 六秒好 六秒好 七秒也不是很难了 加油 你已经快了 我不允许 来了 对 好累 加油 八秒九一 好累 来吧 三哥 行我来 三哥告诉他们什么叫走男 这个太精彩了 这必须算 这也没看见 没看见 这太精彩了 这太精彩了 试一下 没有试一下 没有试一下 多少秒我先问一下 一秒 一秒 这不是一个大片叫一秒钟吗 下地就来个一秒 再来一次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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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哈 喂 哈哈哈 0.5秒 0.5秒 哈哈哈 多一秒我都 都不看 我跟你说 过0.01秒 啊 哈哈哈 你要买个 你要一秒那个 还是要0.1秒这个 要一秒 要一秒 一秒行行行 一秒 真男人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不算 这不算是扔起来打人的 这不算 这不算是扔起来打人的 这条犯规 哦 哦 快快快 好 8 在哪 在哪 哈哈哈 哈哈哈哈 8秒62 哇 8秒 比你高 高一秒 哈哈哈 太可以招了 我来吧 这不真正 告诉他们什么叫跑男 你要是没超过18秒 就给你送乌尔山导演 那特训一下 哈哈哈 但也拍不上风神啊 就特训 哈哈哈 只接受特训 只接受特训 哎呦 哦 哦 哦 小智 哦 好几点啊 哦 哦 哦 厉害 哦 哦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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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厉害 好厉害 反弹 好厉害 反弹 好厉害 这都没封到 好厉害 疯到了 天哪 累死我了 厉害 三十一秒 哇 好帅 可以 可以 震撼 你还是回时代圣灵团吗 你不用去乌尔山导演那了 哈哈哈 三十秒超越不了了 这肯定超越不了 来 世子团上 看 哇 好厉害 哇 哎 反弹倒 反弹这个成立 七秒 这是我的最好成立 大哥 我去 好厉害 这都能躲过 已经20秒了 我觉得应该有 坚持时间27秒56 厉害 世子就是不一样 厉害 实力 我来吧 来吧 碰到了吗 碰着了 打着你了 碰到了 打着你手了 打着你手了 哎呀 哎呀 几秒啊 两秒吧 也就准备 三秒 三秒 丑哥 我能不能是到底一就看你了 我看出来了 你有戏 哈哈哈哈 一地 哎 我能不能比霸心快一秒就靠你了 好的 哎 去 你别 哎 好球 哇 雨琪放水了 完了 哥 哥 你这行了 你这不是到底了 你好好玩吧 你好好玩吧 你 这太难打了 哇 哇 哇 哈哈 哎 等了 等了 哈哈 这点20秒吗 28秒56 哇 哎呦 目前是第二好的成绩 他已经有节奏了 来吧 哇 蔡老师 来吧 哥来 我觉得这一把可能得两个多小时 我看你们谁敢 哎呦 还打上桌球了 哇 你别浪费起来 哈哈哈 哇 三两公斤 我也很长了 真的 他两个好厉害 来 来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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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哥 二十秒一种 好爱喔 特别是掌上的嘞 好蛮喔 你们就互相传吧 哎 打招没有 没有吧 没有 还没有 还没打招 要不打 全面最后了 九哥来了个四十秒 哎呦 感觉真要四十秒 怕打到了 怕打到了 二十秒八秒 好厉害 二十秒 卫大勋应该是到到第一了 卫大勋还有机会 还有谁啊 我来 探上 啊 在场上没玩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给我去 给我去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刚想休息是吧 哈哈 三秒啊 看出来熟悍了 有看出来了 你俩的关系 怎么到我这儿变音速球了 咱会很稳定吗 哈哈哈哈 行 三秒 你加油呀 加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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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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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完 她叫雨琪 再来 我就有一个要求 甲发快掉的时候 可以赚进一下吗 不可以 让她掉了吧 在那边 不是 雨琪也给你一个特权 掉了你可以拿那个接 接着来 也算时长 她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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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这也二十多秒 这奔四十秒去了 哎呀呀 哎呀吧呀 哎呀呀 哎呀吧呀 这都躲过去了 转起 哎呀 打到了吗 没有 没打到 哎呀好 好 哎呀 我打 啊 我打 啊 哈哈哈 钥匙20秒50 故意了 故意了 这就不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吧 不放她走 放水都不行 把第一给她了是吧 为了头套能掉 第一给她了 给了给了 非要打到头套掉 来 咱现在往20分钟等 哈哈哈 等一下 等一下 没事 我相信咬一天 咬一天 你绝对给你打马菜客 哈哈 哈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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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砸到肯定痛 难了 再来 冲心 哈哈哈哈 好男的收拾力 就靠这顶假发了 对 哎要掉了 感觉要掉了 哎呦 等一下 哎 哎呦 已经编着段舞蹈了 哇 Wiki Wiki 等一下 哎 你自己摘还是自己摘 哈哈哈自己摘还是被得累掉 没一分钟没一分钟 这掉还是不掉 一定顽固啊 卡发卡了吧 你拿走我们把这踹头拿去 掉 哈哈哈 你别说 哈哈哈 你别说 50秒75 哇 哇 然后我们应该能多进一个假发的赞助吧 哈哈哈 费大勋这个游戏受伤的只有你 哈哈哈 达成了 根据这一局大家的成绩 百录 扎哥 费大勋可以获得 黑字的纪念品 耶 谢谢耶 十一的八位可以获得 食育中心的冰箱贴 哎呀搓草筋呢这是 好可爱这个 像草筋 我又弄了一个杯子 这杯子肯定有用 我跟你说啊 这杯子是 我跟你说这杯子是重要的道具 到最后就指这杯子呢 经过这项任务之后 今天真金旅行团的旅行纪念品 就已经全部发放完毕了 发放完了 接下来我们真金旅行团的成员们 就将在青河半岛浴场 开启最终的任务 寻找真金 在场地中 暂落着很多指向终极宝藏的线索 你们需要根据场地内的线索去分析 真正的宝物究竟在哪里 我们所有的线索上都贴有二标 在浴场中还有十一位成员对应的保险箱 打开保险箱 就可以获得一条关于宝物的关键线索 大家在不同的行程点都拿到了 经验品 对 冰箱贴经验品 背后其实还有两位数字 是的 知道的 这些数字组合在一起 其实是对应的保险箱密码 有数字后面 这后面有字是什么意思 09 60 在每一个行程中 都获得冰箱贴的成员 你们现在已经获得了一个 完整的密码 谁有四个 泰哥 那像我们这种有两个杯子的人 看来这杯子不是重要道具 杯子一点用都没有吗 提醒大家 在浴场的三楼 有一个雁宝屋 这个雁宝屋会在二十分钟之后开启 就可以在验证台上 来验证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宝物 这就开始了 跑男跑起来 找线索呗 保险箱在哪儿啊 这是怎么找到箱子 哦 在写着保险锅呢 二标是啥呀 二标 这是啥 那箱子还没开 我就找出保屋了 这箱子还没开 宝藏很轻 宝藏很轻 意思说这个宝藏应该能浮在水上 这箱子 不会吧 我也知道是这个 可是这个也不算那么轻嘛 我觉得 是不是得比这个轻点 什么东西 有没有东西 这个是什么 好 谢谢 谢谢 我先去验证一下 好歹也让我找到一个 可能是宝物的宝物 这有 这是不是 哇 怎么放 好像是 应该不会随便放个金条在这吧 肯定得有用在那里放在里干啥呀 这进池子了吧 这是 拖吧 哈哈哈哈 哎呀嘛呀 这不是我保险贵吗 保险贵呀 那我没凑齐呀我这 我觉得这俩杯子绝对有用 这俩杯子肯定 是不是让我喝洗澡水呀 三十七度的 我是不是得拖了一分钱再进呀 一泡我就能灵感上来 那人菜哥就现在已经打开了 你不最出入味之力啊 哎呦 我的保险箱 那我可以输入了吧 看啊 看看 我看看 我终于找到你了 找到了 在这里 找到了 在这里 在这里 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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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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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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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找到箱子 这里面那么热 应该不会有东西吧 我感觉是来参观的 不是你看不见只是它没出现 简性水 简性水不是你看不见只是它没出现 真相浮出水面 真相浮出水面 简性水 这不也是贴着二标的吗 这东西都没人要了现在 我的那个在哪里 你会骂我吗 是啥意思呢 一壶热水 一壶热水 这为什么老有这热水壶 这得浇吗 不能吧 这是会不会显得我很蠢 我真的很蠢 这怎么一个都看不着 什么东西 不是你看不见只是它没出现 啥意思啊 真相浮出水面 真相 这个筋子是不是从水面上浮出来的 就看到我的锅了 关键我的密码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的保险柜 但是我这也没用 我要是真的这玩意要蒙出来的 那我也是绝了 但我觉得这个也肯定有用 你看 因为它这个底下踢了一个这个玩意 这什么意思 这个也肯定有用 怎么又有温度计 咱这定制的 你看 还能感受温度 是不是咱就变哪 我怎么又一辈子 是讲的不一样吧 至少 真的烹热了会变色吗 不知道好像有可能 怎么又有温度计 还能感受温度 真的烹热了会变色吗 怎么又有温度计 真的烹热了会变色吗 这个是不是会变色 有没有开水 我看到有开壶了 等一下 我刚看到有那个 等一下 这个是开水吗 天哪不会吧 打水 我也太聪明了吧 然后呢 但 să 我 我 我才 天哪 等一下 那我们理家剩下 这是第一站 九零 这是最后一站 然后咱们先吃的 最后一站吃的烧烤 整平好 就应该那个集市呢 对吧 但是这样 九零整个主要是这样 哪个外摇 哪个外摇 零 九 八九 二一 二二 几年 镜子 哦 而且是 好蠢的镜子 这个 我要带着走吗 这 明亮灯啊 所以这是我的 宝物 吗 这啥意思啊 就是 这就是告诉我 你就是宝 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以我现在的智商破解不了 这叫什么线索呢 这个 这返老还童镜嘛 这是 抓紧时间吧 别臭美了 这什么 干啥用的啊 这被人家这么光明正大的开啊 那我还是要把箱子拆下 还没电池 这里应该是有电池的 果然 开机 哦 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有个小龙 一张小龙的我自己的照片 一个镜子 我自己 嗯 这个被子后面有个标 是热水的标 我应该放点热水 就OK了 这真相会浮出水面的 有点不错 太厉害了吧 哦 哇 哇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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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认清楚我自己 我感觉就是自己 这个是 我 应该可能那个宝 宝贝就是自己吧 我知道 我就是那个坏 最重要的人 对我自己来讲 哎呀我思考一下等一下 你看 我们现在拿到了 因为像小龙的真相 除出水面 我觉得啊 咱们这个 好男的这个升华 其实我就是那个珍宝 各位成员请注意 各位成员请注意 燕宝屋已开启 燕宝屋已开启 哎 燕宝屋是得每次只能进一个人 是吧 哎 那燕宝屋呢 燕宝屋 看到了 去看一下 如果你认为自己找到了宝屋 就可以将宝屋放在验证台上 来验证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宝屋 我觉得啊 其实我就是那个珍宝 因为镜子里看到最后也是我自己 珍宝会不会就是我本身 晒一下 这什么用呢这个 不是我吗 等一下 这到底啥意思呢 你觉得是啥 你觉得啥咱俩分一分一分一分 你有啥不是你有啥线索吗 刚才我去燕宝了 我把我自己放在台子上了 我正确的宝物是吧 不是我自己的 我都不是个大宝 你确实是个宝贝 老贝皮 老贝皮 你那个镜子打开了吗 没打开 镜子咋打开 那你镜子咋打开的啊 你这告诉我 不能再跟你说了 你自己保存点智商 让观众看到你也是个年轻人 这段不播 你告诉我这段不播 这会播 你忘记人费世界啥的 这段缺节目了 完全不知道方向 原来有这么大一张 拔罐 拔罐 这是什么的 宝藏很轻 宝藏很轻 然后再拔罐 拔罐再 什么关系 这是什么 二十五乘以十 等于 二百五 这个我看 这有 这有一个R标志 请找到 并插入 玩具的小刀 线索藏在我脚下 小刀 小刀啊 是不是啊 你看那小刀 小刀啊 空了 反正这儿是一个线索了 对吧 嗯 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只要找到小刀 这可以吗 看看这有没有可能啊 这个当做一个小刀片呢 小刀 啥意思啊 哥 要不要吃冰淇淋啊 你给我吃一个行 吃 你要吃哪个味道的 随便 来 试试 吃 太棒了 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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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不动了 欲水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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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意思啊 分享分享线索啊 所有的东西都在指向我们 我也是感觉 因为我把我自己放上去 他就笑了 贵宝都不认得 我还有一个线索是找到白头 是你的人吗 找到白头 白头 李柔浩 不想追 拜拜 搞什么 有人拿到信封吗 我拿到了 什么东西 25乘以10 250 250 就是我们几个人的现在的状态 然后我拿到另外一张是一个拔罐的状态 然后呢 宝藏很轻 很轻 把火锅很轻 但有那个线索写了欲水则发 我的一个线索 在水里 咱们这个团还有真金 跟金有没有有关系 什么小黄金是吗 咱们把屋里能用的所有的东西都上去过一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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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想要改了 你干什么 这什么 咦 这个我要来找找皮 我又非要找到一只小能了 哎呦 讲这人的了 是不是做管用吗 这也是吗 不太像 没有这么简 不是啊 简秀水 金螺 搞那么凉 金银财宝绝对不顺便 那跟那个条杖很轻有关系吗 这歌是什么风轻轻 风轻轻我听见你声音 是风吗 风 不是风吗 我又来了 那试试我吧 好喘 天哪 你今天晚上净干蠢事 阿姆希 阿姆希总是 好 我们该去找 我 还有啥签索的啊 真 作业本 进水楼台仙得月 向阳花木 一围唇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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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像会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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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生意 我像不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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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不移动 我像不移动 你还想不移动 他就不移动 这个厚度 你之间 进水温才行 要进水温 这啥动员 这啥动员 背 跟背有关 背有跟背有关 所以他刚才他是说 他有把火罐是背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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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线索现在拿到的很多了 就是现在没分析出个头绪来 躺平了 坐着歇会儿 想想 你今天怎么回事 一点线索也没分析出来呢 我没拿着 什么呢 寻找真金 真金不怕火炼 火 给我去试试 我现在能不能让他们给我整神经呢 你傻呀 怎么这么难呀 嗯 找找 叫把iPad了 可思捷 你去捷 不会是四名牌吧 语琪 语琪 我的 凯哥把他撕了 诚哥 你是谁 找到啥了 诚诚哥 诚 哦天哪 我的天不会吧 这啥意思啊 真的是四名牌吧 你先去撕一个试试 快快快 趁现在找个人下手 就开始了 哇 是这个意思吗 这参音笔人他就不知道了吗 你有什么线索吗 没有 我现在敢看我自己 这第一个知道那个杯子怎么开箱子 真的这不是 我试一下 拿我名牌去 你去你去你去 我试一下 你去你去 还能是别人的名牌啊 你去你去 他这个 啥意思 你去你去 一下 兄弟 借我要你名牌呗 干啥呀 我试着献嘲 我拿回去献嘲 OUT 你跟名牌有关吧 陈哥 你把你的借我一下 你帮我撕下 帮我撕下 我试试 你拿这一桌 你帮我撕下 你帮我撕下 是吗 还有线索呢 是不是还是在四名牌 应该不是四名牌 不然这个 谁谢谢奥特的信息了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僵住了 一段四名牌 我好像会移动 镜子里是我的照片 我的照片叶一种 可能是你 看错了 跟你有关的东西 我好像会移动 跟你有关的东西 一段四名牌 我懂了 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自己的名牌才对 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自己的名牌才对 我还是不该不 realistically 我不用 这么酷的进来了 就不好意思 不是我自己的 金龙与水泽发 自己的名牌才对 真的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太垮了 怎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会不会宝藏是一个 很虚幻的东西 就它根本不是一个食物 走到极端了 再找找 好像还有线索我还没找到 蒙了 绝对蒙了 我受不了了 你快让我找到你 但感觉我们大概方向以后 是对的才对 我就不信了 我去 我今天肯定这个假发 把我的聪慧都已经包裹在里面了 每次都设定的这么难吗 你们最后一趴 真的好难啊我觉得 我觉得好难啊 夏宜有吗 没有啊 哥呀 咋整啊 翻心脑仁都疼啊 是啊 太难了 朋友们不要嫌我们这一期很笨好吗 我现在已经真的不知道了 我今天 趁我病 要我命 要一天 但是我总感觉 我感觉我快了 不是你没看见 只是它没出现 什么都没看见 不是你没看见 只是它没出现 像浮出水面 然后呢 这我是不是得销毁啊 浮出水面 在水里啊 这个线索 真像浮出水面 就今天这个东西 一切都跟水有关 就感觉 又在一个这种场地 就感觉跟水肯定有关系 因为还有那么多的喷壶 那么多的热水 这也就是 浮出水 啥 这也就是白水 这为什么老有热水壶啊 有焦啊 有焦啊 这个东西就很多关于水的 水有关的 水着啥呢 包藏很轻 我是四名宝王 明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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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浮出水面 水有关的 我这欣赏自己的名牌 这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吗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 袁宝 袁宝 你一直这么讨厌我的名字 袁宝 我们今天旅行团 会为不同的游客 定制不同的旅行项目 所以今天为聪明机制的你们 定制的专属沈阳旅行 就是寻宝旅行 寻宝 我刚发现我们的名台 发生了变化 对 是那个胶的 以前是刺绣的 现在我们变成了橡胶的 是不是又耽误你时间了 在场地中 摊落着很多指向终极宝堂的现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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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灾 天灾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我 我现在干嘛 才仅仅参加跑男两年 就如此聪慧过人 这群笨蛋 把你的名牌拿走 浙江卫视 为我骄傲吧 周北朝有私民牌呢 对啊 需要我们私民牌 有人吗 里面 有人 需要我们私民牌吗 喷气了 他成功了 真假的 是不是喷气了 不要 那不成功了吗 是吗 这群笨蛋 等你结束吧 完了个寂寞 没用的 都试过了 这是不是那个 这是不是双层的 这是不是双层的 干啥呀 你说的双层的 我替你试试吗 不是 这是不是那个 石棉布啊 就是不怕火烧的那种 是吗 要不干嘛突然换这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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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是说 把我们的名牌 在放火里烤了 然后看看是怎么样 火在哪里 火在哪里 不知道啊 你有看到大火机上 找吧 肯定有啊 有没有道理 里面是谁啊 他怎么还不出来 各位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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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 犯首唱离岛好物 犯首唱离岛好物 那就结束了是吧 犯首唱 找到宝物 啥玩意儿 他找到宝物了 请旧首员 二点时间 继续警报 犯首唱 找到宝物 你看咱们都没有那么累 一拉下的胜利 对的呢 跑难 不过如此啊 有什么结果吗 没有 有找到跟火有关的东西吗 打火机什么的 会不会要把我们的名牌点了 那我还那些欲水则发呢 今天名牌突然换材质了 你不觉得很有蹊跷吗 换成了 我刚发现我们的名牌发生了变化 变成了胶印的 你不觉得很有蹊跷吗 那我还那些欲水则发呢 欲水则发 而且它所有的信息 都跟自己有关 你上我自己的照片 欲水则发 啊 啊 呦 这想办法说什么了 那是放上了防火材料 啊 他干嘛这么激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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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今天名牌怎么不一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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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今天名牌怎么不一样啊 是 我才 成功了 放滑了 哎 跟水有关啊 他能成功跟水有关啊 我又来了 嘿嘿嘿嘿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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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净干蠢事 你在干嘛 是被罢我了吗 我要试一下 综合了所有的信息 我觉得 应该就是他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完了 凯开说那个什么跟火什么有关系 说跟这名牌制作 感觉跟你们过去做的不一样 里边有东西吗 没有 应该没有 然后这个是浇水 这是显示字的吧 等一下 有没有可能 啊 啊 啊 反正他们都每个人都拿着名牌 然后每个人还拿着一瓶矿泉水 就我观察的 啊 我也去找瓶水好了 啊 啊 地上到处都有水 水 水 浇水得泡 然后进水楼台先得月 就得泡到水里 是我 不会是我的名牌泡到水里吧 不会真的在里面吗 我把名牌浸在水里 他们是名牌 他们倒水会有什么东西 把水倒在名牌上 然后说明有可能可以 显现出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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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我说什么来的 明牌有问题 原来不是考明牌 是涮明牌 找着呢 走吧 今天材质是不是不一样 先走了 看着没 你继续 我再喷一张 你继续喷 原本 走吧 进去吧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问哪 拍着进去吧 还是别让随着进去吧 弄到了吗 有戏了吗 试试试试 你都成功了吧 没有成功 废哥得进去 对 真没摇头 好笨呀我 换水 万万没想到 我得把握 真进门的 一盘都快干了 这个名牌的巧思 也太细致了吧 那怎么搞这种节目效果啊 露锡 小黄金 最可爱 谢谢啦 小元宝 请把我剪的聪明一点 谢谢 行了咱全员都通过了 多庆哥没有呢 蔡老师 蔡老师还在想 应该快 应该差不多了 应该差不多了 不是 咱们都过了 蔡哥肯定明白了 蔡哥也肯定明白了 这种人 我不想累脑子 妹妹 我的这些年的状态就是我不累脑子 这是我所有节目所表达的都就是开心快乐 我不累脑子 为累脑子哥就老了 蔡老师 我给你讲 您说过答案 你都自己把它说出来了 我刚才都给说出来了 我咬一时都没有 说了啥 然后这是浇水 这是显示字的吧 有没有可能 有水对不对 对 应该跟水有关系 水 自己 再琢磨 再往下点就有点不合适了 水跟自己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 这个宝货肯定是一个特别吉祥的东西 现在我的压力太大了 各位宠人请注意 各位宠人请注意 距离请找任天节目 才到第三个 但是我现在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 我自己真的是一点 一点 一点 那个不知道该是怎么做 王者归来了 您这站中间吧 王者 您这王者别在边上站了 太屈才了 这刚才一点规则也没听明白 进去拿了个第一名 看来姚依天这个游戏 跟规则也没什么关系 说了吗 都不用找线索 就直接就 玩就完了 现在 哈哈 从此翻身做赌人 此刻我只关心蔡老师还好吗 蔡还没出来呢 一年中有三百六十五个日出 我送你三百六十五个日出 对态度 猜出来了吗 猜对了吗 猜对了没有 可以 演戏了 他在演戏 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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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演太差 绝对没有 你看你就唱歌了吗 你咋不告诉我 成功了 你啥演示都没有了 成功了 不不不 没有 快告诉我 成功了 成功了 我我最后我呈现的是这个名字 真没成功 真没成功 你等着半天呢 不可能 不可能 水啊蔡老师 水 真的没成功 不可能 对的 不是 我只能说蔡哥演技太好了 但我耳朵很好学 我刚刚听见你在电梯里说的话了 来吧 我快把我把那名牌摘上吧 哈哈 哎呀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耳朵好 快点说 我耳朵好 我真的是不 我没有骗你 你不可能 还在演 你那个 你那个是不是在这里呢 没有啊 我自己真的是这么真 这样子 傻的 你真的没有啊 哇 真的 快点 然后不可能 不可能 我觉得我就是 我就是人生的那个宝 你就是宝 我一直是这样子想 我就是 我就是人生的那个宝 但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所以我把我的名牌放在这 那我不是宝贵吗 那我们先来公布今天的结果 很遗憾 在我们真经之旅的最后 只有蔡国庆老师 我真的没有找到 今天最重要的宝账 我真的没宝账 天哪 可以给我们参与解释解释 赶紧的 快 说 大家找到了 找到白头 什么意思 找到白头就我 这是字迷 摆白的头找过去 就是变成我 摆白的头找过去 就是变成我 张正元跟我说 鹤哥不行了 我现在迫不及待了 我现在要找去找白头了 哈哈哈哈 这是这二楼找白头了 那诚哥的那一串数字呢 二十五乘以十 是名牌的尺寸 真巧啊 以为你讽刺我们呢 二百五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意思 观念我拿的第一个信息 就是二百五 然后我找不到 我就一直在说 我真是个二百五 我们一早也暗示了 今天宝藏所在的地点 真经的首字母 其实就是自己的意思 好牵强 好牵强 我看这个不算 你刚想的吧你这个事 没有 真的 真的 从一开始其实是有铺垫了 真经就是自己的意思 哦 虽然今天蔡国庆老师 在最后时刻 没有找到我们的宝藏 但是还是要非常感谢 您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 所以最后的黄金奖品 我们还是会送给您 谢谢 小明依然有我们的MC 为大家提供 另外我们还在微博上发起了 占出咱家的土特产隐藏款活动 沈阳机架以9.7的高分 被微博网友推选为第一名 贴心的沈阳文旅资讯 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可以带走的机架 哦 谢谢 谢谢 相信大家通过一天的旅行 已经感受到了沈阳的魅力 沈水之洋我心向往 沈阳的7号是024 所以2024年爱沈阳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东北 到沈阳游玩 沈阳游玩 我们好吗 沈阳